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11月8日周五的第三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指出 10月份大陆的出口 以两年多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 原因是与美欧两线贸易战威胁迫在微截有关 工厂赶在特朗普加征关税以前 尽量将库存发往主要的市场 而据《华尔加日报》的报导指 特朗普曾提到要对进口来自中国的所有商品 征收六成或更高的关税 今次中国的潜在应对措施将会很有限 尤其是存在人民币过度贬值的风险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去看看 究竟大陆的厂家 怎样赶着在关税增加之前 走鬼了 全部就是要钱不要货 契弟走得摩 根据大陆海关总署 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 全国出口按年增长12.7% 远超路透社调查预测5.2%增长 和9月份2.4%增长 9月份2.4% 10月份12.7% 哇 五个开 厉害 快买 10月份 中国出口 就已两年多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 原因是和 美国以及欧盟的两线贸易战威胁迫在眉睫 有关 特朗普曾提及 他要对于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六成的关税 这行威胁让大陆的工厂主管和官员感到非常不安 对美国每年大约5000亿美元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冲击 都不用可能 必然受到冲击 同时 中国和欧盟的贸易紧张局势是加剧 去年 欧盟从大陆进口了价值4,660亿美元的商品 所以 美国和欧盟同样重要 又不是大陆整天在吹捧那些什么东西 一带一路 东盟是可以取代到的 摆明是不行 哪里买到你这么多东西 除非你这么便宜这么商品 就行 但你要赚钱 这些商品 在大陆经济低迷的情形下 出口的动能 就是少数的亮点之一 以国家来看 10月份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按年增长8.1% 对欧洲的出口按年增长12.7% 所以趕快扔货去欧洲和美国 海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王子春就说 特朗普的回归 会在短期之内提振大陆的出口 关税潜在的影响 可能要到明年的下半年才是显然 我想这个王子春也太过乐观了 因为在一月份的时候 然后美国总统就是会换届 差在几时压制 特朗普一说要加就加了 而且特朗普之前就被大陆水贵一锅 大陆就和美国签订了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定 但是由于很多因素包括疫情 或者大陆自己的诚意都有限 故此到最后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定 其实达标率是低过六成的 签好了就说要买美国的商品服务 到最后是不行的 其实在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里面 就有个回弹条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毕竟这四年前的事 回弹条款就说 你买不够货买不够服务 那么关税是会回弹的 那么拜登时期就没有很确切地来到周行 因为这件事就不是他签的 但是拜登又维持到关税 但是拜登没有周行到回弹机制 也没有拿着这份贸易协定 来督促大陆去遵守 那么特朗普这一次回窩 他一定会醒起 曾经跟大陆签计过这份贸易协定 到最后达标率这么低的时候 你说他会不会再给大陆 可以多水一锅 所以他究竟如何处理关税的问题 可能未必加足六成都不定 但是你说他不加 那么我又觉得 那个机会是很低 一例他在竞选的时候 敲锣打鼓说要做这件事 而且按照他第一个任期里面 那个行事作风 他说过的东西 怎样都会做 只不过就是说 究竟在做的 执行的力度方面 是不是加足六成 还是三成还是四成半 第二个就是 有了第一任的经验以后 他发现跟你在大陆签计的东西 可能会变成历史文件 或者执行就 不是很到位 他与其跟你再谈些什么 他可能在跟你谈之前 就把关税弄你一锅 看你能否执行 再扣下去也不定 就不是说你执行得不到 才会回弹 因为那个就变成要时间来回弹 但他现在可能会反转来走行 即是说他先加了你 如果是达标的话 那些贸易协定 你能买到那么多的货品 他就减回你了 这也不奇怪 就是他反转来走行 那样东西 因为你现在都不知道 他的章法是怎样 但是 就从一般常识的判断 他就不会重度覆车 他不会做回四年之前 做过的东西 因为这样 原来大陆他会不买的 所以这次是大劲 很严重 经济学人 智库知心经济学家 徐天臣就说 可以预见 今年第四季 将会有大量提前出货的情况 然后压力在2025年就开始显然了 这个说法对版 经济学人 第四季当然要快出货 因为还是拜登做总统 去到一月的时候才要更加 现在还有 两个月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会让你尽快出货 走鬼 如果不是 关税就会来到 不要常想 明年下半年 你太老定了 造厂的人就知道 如果不是他需要这么快 趕着出货 他文风鲜顿 十月就已经开始动 十一月才大选 因为已经是闻到震锤 那些糯没有到 特朗普在2017至2021年期间 对大陆发动贸易战 对多个行业产生影响 从吸尘机制造商 到机械制造商 超过两千亿美元的商品 被加征关税 多家大陆企业 受到特朗普政府 基于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打击 大家都很安全 要什么都国家安全 大陆海关数据显示 去年大陆对美国出口最多的产品 是包括智能手机 就是那些很低端的低B的 高端的目标 没得竞争 因为跟iPhone 如何竞争 和苹果 平板电脑 和电子游戏机 但需求疲軟的迹象 已经开始显然了 韩国和台湾的贸易数据 显示 全球需求正在降温 德国的制造商也有报告指出 难以找到海外的买家 分析师由此推测 大陆的生产商正是大幅地降价 促销 或者干脆将那些库存转移出中国 大陆很流行做这些东西 明知道欧洲说要加电动车的关税 他一堆电动车 全部运送到欧洲的港口全仓 他宁愿给那个费用 在那里摊 他也不允许你加那些关税 所以 现在欧盟说要蒸回源头 但你也没有 他太多了 你怎样蒸得切 所以呢 现在大陆是很流行的 做这一件事 一早扔货过去 这样便稳定了 就算你说要画线 他总之运得多少 可以多少 你画线之前那些 已经是达阵了 那些就不用加精关税 大陆就是喜欢 哎 不要理他了 总之一定要在灰色地带 转空子 在那些灰色地带那里 而且说这个降价促销 就大陆一向都在做 在国内都没有人买的东西 唯有扔去外边那里 散货 十月的中国官方工厂活动调查 显示 大陆的工厂是努力地找海外买家 中国PMI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下跌 而出口数据上升 故此可以很肯定地说 这个多数是负存的转移 因为你出口订单下跌 但是出口数据仍然上升 即是没有人买你的货 但是 先出口 先放在外面 因为他就是知道人家说口齿 说法治 就是说合约精神 不会说立戀 那些东西变成历史文件 或者是已经到那些 他又回头 一般情况下 不会 所以 所以 快点 散出去 另外有些大陆的出口商 正是加速搬迁计划 或者在大陆以外设立工厂 以应对特朗普的回归 整体而言 随着大陆的贸易引擎面临挑战 经济学家提醒中国 不要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 并且要敦促官员 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不能刺激 他都是远皮蛇 电击他都扯不起 这个数据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 经济学家杨宇廷预计 大陆的政策制定者 即是习近平 还有谁 将会采取货币和其他措施 包括 鼓励国内消费 和开拓一带一路国家的新市场 以应对可能提高的关税 说到尾即是无计可施 鼓励国内消费 鼓励了一年多两年 那些人就是不消费 才要谷一谷股市 等那些年轻人去被盖韭菜 消什么费 只如说开拓一带一路 国家的市场 浪费时间 找丐帮帮你买 怎样抵抗 你本来买开给美国 买开给欧盟 狗牛一毛 所以 即是等同于 差不多是无计可施 那些大陆的工厂 究竟数到哪里呢 明知道中国制造的要加关税的时候 他们就醒目 不断涌去东南 根据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导所说 一家以电烫斗 厨房小家电为主业的 池溪知名企业 设备去越南 明年开始投产 主要是做组装 年产能是一千万台 就涌入越南 另一家池溪的企业卓力电器 去年以来 已经在越南 设立了两座工厂 他们解释是被动的 美国大客户要求他们要在海外设厂 否则订单就不下了 卓力电器相关负责人说 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小家电加征关税 他们都很无奈地去越南生产 报导指出 随着到越南投资的企业增加 以及当地的土地成本 厂房租金不断上涨 中国家电出口企业 在东南亚设立海外生产基地的眼光 已经从越南延伸到泰国、印尼、马来西亚 和柬埔寨等国家 曼和电器在和投资者的交流会上说 旗下的泰国工厂 就是根据北美市场的需求来规划 设计产能就是燃气烤炉每年九十万台 厂房分两期投入 生产设备分三期投入 所以有些去越南 有些去泰国 总之去东盟 不是推销产品给他们 而是大陆的厂家 明知道中国製造的商品 不能再容易进入到美国市场 或者是美国的买家不下订单 或者你自己根本上都售不到 因为这么高关税的时候 所以就去了东南亚设厂 有什么问题呢 你照样可以卖到的东西 短期之内最少就可以了 如果美国不去查 老实说也很难查 因为如果他再去查得这么清 究竟越南製造 印尼製造 那些商品 背后有没有中资呢 你查一查一下 有很多手影在背后 就变成了 加征的关税就精到无论 你加征得太厉害的时候 也会对于美国本地的消费市场 有个冲击 就是东西会贵了很多 所以他对于这一件事 应该是眼开眼闭 问题就是你那些大陆厂家 在大陆的产能 转移到东盟国家的时候 就是在大陆的生产线 就是收皮 不是还生产什么呢 你进去越南的生产线 才可以有订单 就是在大陆的生产线 会停顿 关门 就是说那些工人就炒油大吉 故此对于大陆来说 那些厂佬可能还可以赚钱 那些企业 但是那些工人 就真的吃草了 今次死了 由于那些企业鸡飞狗走 因为特朗普就说 要加征的关税 搞到没人敢下单 故此那些工人 现在是一亿严峻的就业机会 更加不用说 那些准备要毕业的大学生 还更加之惨 这四年也是 那大陆有什么应对办法呢 已经迫在未知了 这个关税 分分钟加足你六成的时候 原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所说 中国应对特朗普关税的招数 今次行不通 就是无计可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币贬值风险 那篇文章说 关税可能成为了字典里面最美的词 而对于仍然疲于应对房地产崩盘 和消费者信心疲怨的中国来说 关税将会有一个令到他头痛的问题 目前都很难说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言论 有多少会成为他总统任期里面的实际政策 但是如果按照他第一个任期的做法 特朗普一定就是会狠下揮舞关税的大棒 今次特朗普就说 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商品 征收六成或更高的关税 今次中国的潜在应对措施就比较有限了 尤其存在着人民币过度贬值的风险 特朗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将关税的威胁作为谈判筹码 上次特朗普就是这样做 迫使中国承诺要在2021年底之前 购买额外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但是这项协议远远未达到目标 中国最终未能履行合约 根据彼得深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说 中国最终的进口总额 只是承诺规模的五成八 所以是不到六成的 没用就托塔答应你 到最后做不到才再选拖也拖 疫情可能会有些影响 但是这个协议的目标 从一开始都难以实现 自此之后拜登政府实际上 保留了特朗普对中国商品的大部分关税 根据CEIC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出口产品里面 只有不到一成半是直接消往美国 在2017年这个比例是一成九 但是一些原本消往美国的产品 为了规避关税 其实就是扰到其他国家 比如东南亚或者墨西哥 今年头九个月 大陆对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出口额 比2017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 而同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 只是增长了两成二 所以出口到东南亚和墨西哥的产品 很大机会转到美国 但是报道提到 这种妖道的方式 去到美国的贸易是有限的 特别就是 今次美国的相关部门一定会提高警惕 即使有这种妖道贸易 特朗普也是会尝试倒截的 所以那些厂家才要去 第二道投资的厂房 直接不在大陆生产 因为人家一查到你追本数源 原来是Made in China的时候 他照加你关税 好了 除了这种妖道的贸易以外 原来本币的贬值也有助于克服关税带来的影响 因为一个国家的本币贬值以后 出口商品就会变得更便宜 事实上 人民币对美元 从2018年初到2019年底 就贬值了一成 摩根士丹利估计 这个抵消了关税上条的三分之二的影响 但是现在考虑到关税上条的幅度更大 去到六成 人民币需要大得多的贬值幅度 来抵消关税的影响 而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已经比2019年底下跌了百分之三 过去一年 由于担心人民币快速贬值 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 大陆政府一直都试图阻止人民币过度贬值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目前比美国低百分之二点三 在2018年初 中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就比美国高百分之1.5 对人民币快速贬值的预期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资本外途的势头 对大陆政府来说 最终的答案可能就在国内 中国需要一个强劲的国内经济 来替代出口需求 并且提高资本在国内投资的赚钱效应 所以说到尾 又是玩回内循环的招 去美国的路不通? 去欧盟又被人倒截? 不要紧 国内的大循环 但是如果这招是够的 晨早够够了 2020到2023 动态清零一几年够了 还不用怕被欧洲打贸易战? 还不用怕被美国贸易战? 根本就不够了 靠内税的人都不买东西 靠资本效应 又是浪费时间 你看大陆的资本市场是如何 所以搞到最尾 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说 就是应对的招数有限 所以有些人常说 特朗普只有关税一招 关税只不过是一个范畴 实际上他如何操作关税 就有很多招式 等同于耍功夫一样 又泳春 又少林 又武当派 有九十几个门派 你不能说他只得一招功夫 功夫有很多招 又虾武功 又水上飘 又金刚腿如何 所以你不能说 特朗普只得一招关税 关税如何操作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有些人喜欢诋毁人 或者经常贬义特朗普 他只得一招 你不要理他一招 如果你真的认为他只得一招 他这招就已经很用了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首先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